当你坚定的朝一个目标去的时候 最忌讳的两件事 一个是胡思乱想 一个是灾难性思考 有很多小伙伴们刚建立起一个目标 就开始胡乱思考 我如果完不成该怎么办 我做这件事别人会怎么看我 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拖延 然后注意力就被其他事情给吸引走了 其实这个目标啊 到最后慢慢也给淡忘了 对于这方面有困扰的小伙伴 蒙姐的建议啊 就是你先尝试的把目标做好变成目标做完 同时减少跟别人的比较 做无意义的比较当中 你会放大自己的缺点 会变得患得患失 从而加剧自己的情绪内耗 灾难性思考是一个心理学现象 简单来说就是 当你遇到一个小问题的时候 大脑会自动去脑补出最坏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比如说你一次考试没考好 你会觉得说 哎呀自己不是学习的料 一次表白失败 就会觉得说世界上没人喜欢我 长期的灾难性思考 会让你怀疑自己的能力 变得越来越自卑 行动力变得越来越弱 当你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 我建议你把所发生的事实 以及自己的想法 全部给一一列出来 针对想象中的部分 每一个都列出 你这样去想的理由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想象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是经典认知行为聊法 也许你在目标实现的过程当中 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在这儿呢 我想送大家最后一句话 当你用千百种理由 来否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说明你不足够渴望它 тан来说明你不足够的